刚才前段的时间之内 双方选手都已经登台完毕了 现在站在我左手方的是我们的红方选手 身高168公分 体重57公斤 之前的截止到现在为止的锐舞战绩是零胜一副 此前一直在西安训练 他就是来自于新疆的乌兰丽别科 白黑兵处 战争的号声已经拉响了 现在站在我右手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蓝方选手 身高168公分 体重57公斤 此前的锐舞战绩是一胜零负 到目前为止 此前一直在北京训练 他就是来自于山西的 这一帮又将成为困兽的勇士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首先 让我们邀请出本场主裁 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Mr.Optian 邀请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We'll have a clean fight Tuck gloves not this time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锐舞十一的比赛就正式拉开门幕了 是的 大家好 我是李奇同 大家好 我是张鸣 今天我们由我们两个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比赛 是的 首先呢 南方穿绿色短裤的就是来自北京大王俱乐部的杨建斌 红方黑色短裤的是来自西安体员的乌拉利比克 这两位选手呢 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乌拉利比克吧 他如果看上一场为武十的比赛的话 大家就应该知道他是一个摔跤非常厉害的 是的 印象比较深刻 摔法出色 刚才两下过去看 是的 已经是让大家感受到他的摔法 而上一场比赛他实际上打得非常凶 而这场比赛也是一样 扑过去将杨建斌 直接属于哈佛盖的 现在变成蝴蝶 蝴蝶是防守姿态 现在杨建斌的话 一直是在北京大王俱乐部的续续 是的 拿了后背 乌拉利比克差点拿了后背 现在又进入了杨建斌的防守姿势 在下位 可以看到杨建斌现在控制住乌拉利比克的一只右手 就是为了让他准备办法锤击他 因为大家知道摔跤手的锤击都是非常非常凶 是的 现在杨建斌属于封闭式防守姿态 将乌拉利比克夹在两腿之中 乌拉利比克目前看没有有些有效的方法去做一些动作 杨建斌 现在力量上应该颤击一点 对 没错 哦 漂亮 像刚才那一脚的话差一点 就是有可能是反规 但是可以看到因为今天的主裁是赫博迪恩嘛 他没有提出任何一意的话 那应该就是没有问题 他对主裁也是UFC比较知名的一个裁判 对 没错 应该是世界上最顶尖的MMA裁判之一 诶 传狗 哦 这一下特别狠 看到杨建斌他的抗技能力非常的强大 应该也是可以看出这一下虽然对他打击比较严重 他真的缓慢了嘛动作 对 没错 正在自我调节过程当中 万安德森这个西安体员的教练让他的运动员应该是让他用手机摧机在侧面攻击他 但是杨建斌也是柔术练的很长时间了 地面的一个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可以看到现在 试图要做一个sweep但是没有成功 好 漂亮 打得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过腿之后就直接砸下来一拳 杨建斌的这个下位呢 防守没有做到有效的一些反击 他应该不停的往上踢腿让对手 啊 又是一拳非常漂亮 乌拉利别克的力量上呢明显要忧于这个杨建斌 哦 这边有一个十字骨但是没有成功 哦 要锁腿 好 看到很紧的样子 杨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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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杨建斌的表情也是非常痛苦 是的 哎 拖出来了吗 拖出来 哦 又回到了杨建斌的封闭式防守一个状态 像比赛我们看到和上一场完全不同的这个乌拉利别克 他打得非常的沉稳的 然后和上一场和宋亚东打的时候 是两人你来我往的话 最终把体力都消耗了 是的 呃 每当那个对手不一样 但是打法也能完全的不一样 但是宋亚东一个年轻的这个运动员 是很冲的 哦 漂亮的过腿 很漂亮的过腿 很漂亮的过腿 随机没有成功 他这个呃 连接不是很很到位 对 实际上他多数动作还是摔跤的过程 是的 呃 侧面控制 但是这个侧面控制不是很稳 对 有点呃 接不上一些动作 可以看到他没有把对手压在地面上 然后就接起来 漂亮 再下去 又是一下 哦 漂亮 呃 杨建斌现在非常被动啊 呃 一直在挨揍的状态 没错 这几下手机非常重 你可以了 没有机 杨建斌应该站起来一下 不要在地面这种被动姿态中 这个去防守了 可以看到杨建斌他的右手的拳套上面的交代有一些开了 而且他 哦 又是一下 在下位 哎 没 没骨已经被打开了 对 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应该多控制对手的双手 然后把对手尽量 他现在其实更多的应该去站起来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就是爱豆的一个位置 啊 杨建斌的美股已经被打开了 流了很多血 哦 漂亮 漂亮 还要做脚吗 杨建斌想做脚吗 这个没 无法做脚 我们看到他已经在地上有一些招架的有一些混乱 是的 每个动作都没有目的性的在 哦 又是一下 很危险 杨建斌应该将乌拉利比克一脚踹开以后想慢慢站起来 可以看到现在杨建斌已经有一些抵抗不了 是的 第一回合结束 第一回合的终身不知道到底是帮了他还是 让他 应该是帮了他吧 因为他现在头脑有点混乱 呃 没有有效的就是什么样的 快看快看他的 他的应该是左眼的湄公这边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口子 是的 哎 他的教练团队底子在哪里 现在有个问题是杨建斌在下一位这个阶子啊 非常混乱 嗯 不知道 他只知道去防守 但是不知道这个防守地下来要住的 只有一个战术安排 打乱了 战术安排已经被打乱了 战术安排已经被打乱了 乌拉利比克嘛 让他在上位他就很开心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左眼的湄公这边这道口子非常的大 就顺着眉毛就直接下来 而且刚才经过对手一记的压迹或垂直之后 应该他的体力消耗一个消耗非常大 而且他在下位吧 是多次做什么做的 战术丘克安排 以及动作 呃 都没有有效的呃 能做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下成绩打得很重 而且他呃 杨建斌在下位了 嗯 因为很多次这个乌拉利比克这个腿啊 暴露出很多的漏洞 对对 他就没有用这个机会去做腿 对 看到这个战术直接对对手就举了起来 对 战术这个机会将他举起来 一面闸 可以高空下闸一个啊太好了 这边 第二分没开始 血还没有擦干 要检查他的手套 手套刚才你说的也开了 这个 资深的裁判还是眼睛很贼啊 没错 他那体能上乌拉利比克还可以的 对 上一场打了三回合 两回合 可以看到今天第一回合就打得让现场的观众热血沸腾 第一回合就出血了 上方第二回合再开 是的 看看杨建斌是第二回合使用什么样的战术 对 虽然杨建斌可能柔术练了很多 但是被对手压制他在使用他的柔术的话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关键杨建斌他的那个拳法也还可以 对 我认为他应该是比别克的拳法要强一些 他现在要防对手的摔 然后慢慢的和对手打战力 是的 这个手放下来不是很明智的选择 我可以看到乌拉利别克他的这个战架就是 时刻就是想摔移的那个 是的 他是很鲜体院的那种 后手拳摆得很明显我感觉 对 就是很很有可能会出一些那个后手的重拳冷拳 哦 没错 非常的 一个后手冷拳打出来了 冷无丁一个后手拳 但是如果真想打中对手的话 可能还需要其他拳法来配合一下 他的后手的重拳 像这种西安体员出来的摔跤手啊 他这个 站立上 哦又是一下 他的 哦漂亮的摔跤 乌拉利别克将杨建兵摔倒以后 我们看到杨建兵老师用 不断的垂击 杨建兵现在这个 防守的能力啊在逐渐退化 对这边要和大家说一下 如果裁判觉得你这道口子太大影响比赛的话 他也会终止这场比赛 这样的话你会输掉这场比赛 没错 但是确实杨建兵现在出血非常严重 杨建兵想做一些关节剂 嗯杨建兵 但是没有成功 对他这个 这可以看出一个点就是乌拉利别克的力量上确实很足 他往前压制的时候很 很有一些就是自由交运动员的这个力量 看很轻松的过了这个 没错啊 现在要骑 但是没有成功 好 像我感觉他 腿啊 好 这一拳好重 又是一拳 又是一拳 四拳五拳六拳 都打在了杨建兵的脸上 杨建兵非常的顽强 他依然具有很强的战斗意识 好 走出来 走出来 想要做swave 没有成功 这样在这个位置是非常难的 是的 而且你没有手帮吗 就不行 像刚才那种做 而且很容易我一定会伤到自己的膝盖 对 而且另外有一点你一旦用手上去的话 可能在自己头部保护就会更加弱 呃失效了 哦 杀呀杀呀 杀呀 哎 犯规了 这个是一个犯规的动作 应该是要扣分 我认为 可以看到杨建兵的话 现在应该合理的利用规则 在地上休息一下 应该是要一胜进来吧 对 没错 有了太多的血了 啊 其实看着流了很多血 但是这项运动还是蛮安全的 对 没错 呃 他只不过是皮外伤流一些血而已 好 加油 加油 其实像我们平时在训练当中 也经常不接受 比赛结束了 好的 尊敬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我为大家公布 今晚第一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经过我们三方裁判的一致判定 由于刚才我们的红方选手 在比赛过程当中 踢到了蓝方选手的后脑 因此奔场比赛 无效 非常的遗憾 但是我想说 第一场比赛 从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清晰的感受到 比赛的激烈程度 大家过不过瘾 还有两个 稍等片刻